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我的那个管理员就跟我说要不然再开上几个群吧 我当时因为确实我想说的一点啊 就是我能够活跃在一个群两个群 我觉得三个群了不起了 所以我暂时来讲没有没有开四群的计划了啊 三个群里面两个一千人的群加一个两千人的群 如果你没有进来的 我会把一些不活跃的 就进来挂机的 我可能会过几天会清理一下 总之我是希望我的群 不需要像以前一样有十几个群 我都不在里面出现 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家这个群没有什么意思啊 我宁愿要的是我的人少一点 但是我会经常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另外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楼哥啊 就是以后我的每个群里面的群管理都有楼哥 楼哥跟我一起住 是我的一个发小 我们讲是很早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一起玩 然后关系很好 他现在是在上海工作 他在nestv在做视频的一些剪辑 自己也会出一些视频 所以这里的话呢 也是大家如果第一时间联系不到我的话 有什么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啊 都可以去找楼哥 楼哥可以算是我的一个代理的群主吧 那也是能够行使我的一些权利 在一个他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我 就有些事情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找楼哥咨询就没有问题 包括你想发视频啊 或者怎么样的 包括你想问一下 哎呦 炮哥下一期准备更新什么东西 有什么计划 你都可以问楼哥 楼哥基本上也是能给出一个非常靠谱的答复 好 那另外的话在这里 除了感谢大家这个鼎力支持我的这个解说之外 也是各位管理员每天被这样的信息铺天盖地 也是大家都辛苦 那么我也是希望能够把我这三个群做得更好一些 另外的话呢 我的这个上边计划系列视频也是一直有新浪微博的抽奖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屏幕左边的二维码 来这个收听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那同样的话呢 除了在群里面可以跟我互动啊 新浪微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基本上我也每天会看那么一半个小时的微博 总之消息不能断 好咱们说了这么多 先把这个正事说一下 这一期的话呢也是一个玩家投稿 那他说了刀妹是他的本命英雄 而且这是一个钻石局 他的本命英雄刀妹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的这一场的表现 那也是要跟大家讲 大家最近还是看到很多投稿出现的就是没有声音 然后画面的话 其实英雄时刻录出来的是有点卡 但是勉强是可以去作为素材是使用的 但是OBS这些的话 如果大家可能操作的不太好的话 那种帧数太低 你像上上盲棍我就被喷了 因为之前已经答应了那个小伙伴就出他这个盲棍 没有仔细看中间 没有发现中间那段那么卡 不然的话我会跟他讲的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 就说白了 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愿 既然已经有了 万一我没有履行我的诺言 就是梦想破灭那种感觉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 就那一场视频我也是顶着一些压力 我在想这出了肯定会有人说我 但是我又不出的话 他又会比较不开心 所以最后的话我还是决定出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从这部这部视频接下来以后啊 可能在一些视频里面会给大家送出一些 这个金士顿的外设 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价格上 还是从性价比上 比起我送的这个点券礼包 还是会好一些 不管怎么说啊 我我这个自己去做这些东西 更多的我还是希望 大家就是能够支持一下我的解说 然后也是能够我尽我的努力 去回馈一下大家给我的支持 好了 那么我也是逼一逼了半天了 我们也是来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 好的啊 那么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本场比赛来看一下这场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屏幕左边啊 他是用的这个英雄时刻 那么其实我是想说如果大家比较精通于视频录制软件的话呢 可以用软件来录制 如果说你觉得去OBS你有很多的问题 你还是用英雄时刻 我觉得英雄时刻虽然说实话 呃 他的这个整体录出来的画面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 但是那个话要说回来啊 这个东西特别的方便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给到了很多玩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录制视频的机会 那么也是大家可以去利用一下啊 就是以后我还是会觉得建议大家是使用英雄时刻来给我发送这样的素材 好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他这样刀妹 然后另外的话呢 要跟大家讲什么啊 就是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 我想一下啊 Let me have a think Let me have a think 啊对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最近给我发的素材 我会优先取决于什么样的素材啊 就是因为我之前放的视频里面确实来说不是特别特别的牛逼啊 就我现在需要的是大家这盘打的非常的出彩 一定要你出彩 不管是你四维五也好 还是说你无限超神也好 就把大家自己就是比较打的比较优秀的局拿出来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好一些 哎呦呦呦你看 嘴上说自己是本命英雄啊 本道第一个Q都没Q死这个兵就CB时间了 这样子极大限度的影响了他的这个打野的效率啊 啊这一波的话他 我感觉打的有点伤 啊 也是不得不嗑药 就是刚才如果正常一点的话他可以不嗑药就过去 而且不会打这么慢 不过没关系啊 就本命英雄也会出现失误啊 你就笑笑本命英雄情女他有空大了是吧 好那这一波的话可以看到他回家是补了五红 那确实你跟姨妈手去打的话 你要没带五个红 你好意思跟他站在队A吗 是不是 好刚才想出门之前还想再多补一个蓝药 可惜啊钱不高 好这边诺手也是升到了两级 诺手是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对策啊 就是既然我看到你是一个二级去就是上线的这个套路 我也没有极快的倾线能力的前提下 我就不要补兵 让这个小兵吃掉更多的兵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也是能够比较好的去这个限制你的经验 当然如果是二级传送上线的 怎么打都会比对方的经验之高 你看现在虽然诺手升到三级了 但是是相当一大波兵还在这一个 就没死的情况下 诺手是先杀了兵先升了三级而已 那这一波打完的话 刀妹的经验值就要比诺手高了 就是传送二级上线的优势会在这会体现出来 当然第一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啊 但第二波到了这一波以后 慢慢的就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我们看到诺手的压制非常强势啊 说到这里我就迫不及待等待新版本的诺手出现了 这个诺手我会第一时间做视频 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玩这个诺手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改动了那么多 强化了那么多 包括盖伦也强化了 这边诺手是占原地 还是打了刀妹一套 我们可以注意到前期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个刀妹跟诺手打真的是很难打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诺手这个回篮 每秒他跳四点回来 他应该是不是蓝色有带了一定的回来 他只有三十六点的魔抗吗 我们刚才看到 那这样子的话他这种带点回篮 诺手现在的这个Q是四十的耗篮 改动之后是三十 如果他能达到这个每秒回三到四的篮的话 很可怕呀 就基本上你Q完了第二个Q 你的那个篮量差不多又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么前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 鬼三啊 我们就叫他ID吧 鬼三的刀妹确实能看得出他有经验的一点 就是在于前中期线上比自己强势的一些英雄的时候 还是会打的比较稳妥一些 就没有第一时间很鲁莽的冲上去跟对方换血 就如果说刀妹打的是诺手鳄鱼这种的话 很最好的还是去打反手 就对方先主动进攻之后 用E技能打晕对方 然后根据兵线上小兵的情况 如果我们家小兵多 那我就站这开W 给你A一波 如果我觉得对方一大波小兵在A我 那我在第一时间我先往回撤 就这两种办法 我们看到诺手这边打得很凶啊 毕竟也是带了一个多蓝之剑 然后刀妹这里是鬼三带的是多蓝之盾 他并没有选择磨平 其实选择磨平也有一个不好的点 就是如果拿了磨平 你的那个第一波出门 先去打野生二级 首先是比较不效率 然后其次的话呢 就是你磨平本来就能带三红 然后你打了一波也回家之后 就五红什么的全部都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里发现对方弄手回家之后 这里刀妹也是果断选择了第一时间回家 那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要这么讲 就是如果说这一波 在线上确实赖了兵线以后 先会升六级 但是等对方一旦上线 你这个时候就没法好回家了 你这个时候要回家的话 对方直接两个Q赚一波兵 你少吃一波 就是至少要少吃五六个兵的经验和经济 所以在对方回家的时候 你也回家 那这个时候线上的小兵也是互相都在伤亡 打死的都差不多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是诺手的一个六级强势期 而且诺手回家背了两把白剑 攻击力上面 以及他这个技能优势上面 都是诺手上面比较赚一些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刀妹是怎么应对 这边找机会打了一套 小丑在 刀妹果断Q上去 小丑可以减速 但是这里的话想杀掉诺手有一定的难度 果断悬的后腿 跟我想的还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如果在 刀妹没有Q 就是CTQ的情况下 这么一大波兵真的打起来的话 小兵两轮骑射也不好说 但是现在诺手 好像补给品带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他这一会儿 如果小手再度上来的话 他是比较危险的 诺手这个点上单虽然强 但是很容易被抓 哎呦 这下路挖掘机的一次出现 是击杀的对方下路双人路 拿到了一波双杀 还不错的 好这边刀妹升到六级 跟诺手皇城PK 那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诺手为什么打不过这个刀妹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并不是因为这个盒子啊 跟着盒子狗屁盒子没什么关系 主要的就是因为对方的小兵太多了 这个对方的小兵多 确实骑射英雄前期很伤 但是对于刀妹这个英雄来讲 你对方的小兵越多 就意味着我这个大招刮过去以后 我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个生命恢复 我们刚才可以注意到 就两个人在对拼的时候 诺手将一也用了 然后那个刀妹将一也用了 可以说两个人的控制技能全部打出来之后 刀妹三片刀 诺手的血不停的在下滑 然后刀妹的血在不停的上涨 这个时候诺手是没有办法用大招去秒杀人的 那个他要开大招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刚才那波对拼确实也是 占了这个小兵多的便宜 为什么打得过 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刚才一个小兵没有 那就刀妹必死无疑 你刮四片刀回的血 根本不够怒手 你两刀加一个大招上去 绝对是能够将刀妹击杀的 但是刚才的话 刀妹也是借着这个小兵多 理直气壮就很清平气和 直接是过来打了一套 那这一套打完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上路终于也是算打开了一个缺口 上单影响往往就是有一点 大家要知道 上单是一个最容易滚水球的路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英雄 除非天克的要死 基本上单杀一次之后 再往持续的再往后的话 基本上还是先杀人那方会占据优势 只要你不选择越塔 不丢空技能 这两边再怎么拼 这个先杀人那方都会有优势 好 这边我们可以注意到 刀妹是开了大招之后 是应该准备回家的 刀妹的大招确实也是CT时间非常短 就一分多钟一个大招 一般情况下也不用稀罕 好 那 这里的话呢 刚才好像他在跟队友聊天 队友想让他去支援吧 但是刚才确实上路单杀完以后 没什么状态 那个时间如果传送下路的话 没什么卵用 不过这一波的话 可以说刀妹在上路已经占据了 绝对优势了 首先还拿到了这个耀光 这都是钻石 钻石三到钻石五之间的一个局 然后这是电三的局 大家可以这个 如果有电三的朋友 可以去加一下这个玩家的好友 就是都是我粉丝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吧 刀妹确实作为本命英雄 大家如果想去了解一些心得 都可以去找他去咨询一下 那么同样的 其实我这个 我上我也行这个系列 就是首先我是觉得 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出视频 我这样子的话 我变相的可以说是 让你自己打了一盘 属于你自己的视频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 能够让大家互相的 能够获得在同区的一些新的好机友 因为基本上能够加好友的 都在我的群里面 大家都是群友嘛 这样认识一下以后 说不定真的 你俩还是一个双排的 比较合适的 这边又是一波对拼 我们看到刀妹在不断的 用这个技能刮小兵 然后又Q刷新了CD之后 强行的去击杀了诺手 现在难道被打晕 现在刀妹有闪现 直接闪掉 难道是一个 溢完之后半天就孙子的一个英雄 就是他溢完第一波之后 他很难溢出第二下 那刚才刀妹是果断交闪现 脱离了这个难道W的范围 脱离这个减速范围之后的话呢 就能够保持中自己全身而退 刚才有一个比较秀的操作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 就是在先Q小兵 然后溢晕了诺手开大招之后 看到难道过来 诺手往后退 他就这个用大招刮成采水的小兵 再Q过去 再次刷清Q然后贴近诺手 成功的将诺手击杀掉的 如果说刚才没有Q小兵 再Q诺手的话呢 就少一段位移 这样子诺手很有可能就跑掉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也是要跟大家讲的 一定要把这个英雄用好 肯定还是需要去多练习一些套路 那现在的话是难道的一次 二打一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击杀刀妹 反倒还送了一个人头出去 那这一会儿诺手就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两次单差之后 这个诺手就没法玩了 等级是绝对会低的 轻则低一级 重则低两级 然后这边又是对拼 我们可以注意到开了这个W的刀妹 继续开大招 再次刷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被动 然后等这个E的CD 我还想说等着E的CD 这波肯定上了呢 结果没上 二再一个就这个刀妹 为什么能够 就是在战斗的时候打得这么凶 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它的加点 它是负的一个主的一个W负的一个E 就是因为E技能 其实在最近也是有削弱 它的这个魔法伤害的 虽然削的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E技能 我想说的它的伤害依旧很高 但是主W的话 打诺手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的 这个刀妹是个老刀妹 就是他在打什么英雄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点 因为诺手是一个 你一般站着跟他打 他不会跑的一个 你要说打鳄鱼 鳄鱼只要看到你开W 他第二段E直接用了 我就飞 我过来吃你一套 占你一套便宜 你不开W咱俩对我不吃亏 你一开W我就往后退 就这么简单 这边刀妹是秒晕了 诺手之后用Q技能 Q了一个炮车 去脱离塔的攻击范围 手速也是比较快 这里的话呢 就跟大家讲的 就是刀妹可以主W 但是你要看打谁 你要说是打一个剑胜 也可以啊 因为剑胜基本上过来 也是要找你砍的 蛮王也是可以主W的 但是一般的 就是除了这特例之外 我还建议大家这个主Q 还有这边要对拼 诺手要斩大招了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是装备上面的一个差距 那么斩完大招之后 刀妹也是可以借着自己W 再加上Q小兵 赶紧的迅速的把这个血 回一下 然后危险游戏 也给自己回了一波血 等于说就是 诺手这个W 大招一旦斩不死人的话 那剩下来的就只是这个 想用姨妈烫死这种英雄 还是比较难的 我是这个观点 好 那这边也是刀妹回家之后 哦呦 这直接就做了一个护甲鞋 这个其实 这么说吧 还好 就是我的个人意见 就是在这里 我跟他有一些分歧的 就是虽然说是钱 够了护甲鞋 但是刀妹还是一个 最好能够第一时间 拿出三项的英雄 你像刚才有两种选择 就是什么都不买 然后差不多到三项了 让B回家用传送去赃人 再一个就是买三项的一个小件 把那瓶蓝药卖掉 直接挂上那个小黄叉的两个散件 这样子一样能够给自己增加不小的输出 好 现在的话就是看到诺手 就一小兵上去打他 这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然后开着W的那个Q 再配合耀光 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好 这波刀妹是有大招了 等下一个Q好了 这个诺手如果还这样玩 他就要再死一次 因为现在是有耀光的这个刀妹 就是小兵只要远征兵 有一半血的时候就可以Q死 这个要跟大家说的一些小细节 刀妹的话 虽然算不上我的本命 但是我有两个月前吧 三个月前吧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月前 我还是一直在用刀妹上分的 好 你看难道这波过来之后 完全没办法拿这个刀妹 好 现在开了W 这个塔下A兵的伤害 真的是非常高的 漏刀了 漏刀了漏刀了 差评 不应该的 这里就不用平衡一下 直接Q好了 一下就Q死了 刀妹相比之下 不塔兵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现在好像是已经想找机会传送了 先把兵线控一控 对方两个中路 直接传了小丑的盒子 然后去 要击杀这个南刀先 南刀这边要换小丑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被刀妹一下Q死 这挖掘机的话 我觉得就别追了 首先他有地厅 就知道你的位置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怎么追你刚才那个挖掘机 也能等出他下一个E技能逃生 然后现在这个9级的诺手 看到11的刀妹是完全没法玩的 这里又被打一套 这强行打一套 就是你一半血没了 我只掉了一点点血 而我到线上用W 还能给自己回些血 就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这一盘单也能看到 其实英雄是个路出来的 还不错 看着蛮流畅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 就是走着路 没事干视角跪下中 没事干按下空格 就刚才会很飘忽 我刚才都看云了 那么大家投稿的话 尽量的还是拿出自己一些 你玩的好的 我不限制匹配还是排位 但是一定要的就是 你玩的好的 如果特别特别那种 纯的三路优势碾压局 你也别拿过来 没什么意思 一定 我的最好的要求 就是一定是靠你 赢了这场比赛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再一个呢 就是怎么说 你们这边 可能说不是完全靠你 但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翻盘啊什么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家空格不要钱啊 把我按在头晕脑脏的啊 没关系 小事情 好 那大家的话 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如果想参与到抽奖活动 那么不妨去 扫描一下屏幕左下方的 新浪微博二维码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 第一时间得知视频更新的消息 而且我的抽奖设置 在新浪微博和优酷里面都有 大家可以去通过回复 来进行这个 有奖的一个参与 然后最近的话 我也是在给大家争取更多的奖品 这里的话是我准备和那个金士顿的一个外设品牌叫HyperX 进行一些合作 那么他们的话呢 也是我从他们那边去找一些奖品过来 希望大家能够喜分啊 哎呀 奇女这个极限大招漂亮了 好 这里要跃杀伦的妈妈 然而他怂了 其实是有机会的 不过这一波如果是刚才那种情况 塔下强杀 伴随的一个点 可能就是要去交掉自己的闪现 杀是没问题 但是要交闪现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HyperX的话呢 就是一个怎么说 哎呦 这波 难道和挖球技爆发打得非常高 那刀妹刚才是 打了两下 发现打不过啊 直接一个闪现走掉了 也是很果断 打路人群嘛 卖卖队友其实还好 我的话能理解 能理解 但是上路这边诺手是直接就把塔推掉 并且其实将一打背兵送到二塔之下 那么我方没办法 只能派小丑前去支援 而且小丑还被逼出了打招 这个也是 没办法 为了清兵嘛 我觉得 被诺手也是脏了一大套 那这波诺手也太跳了 送死吧 这个是 好 直直播围观 沙皇单挑诺手 然后击杀诺手 还开大招 但是 还是杀掉了 不过沙皇自己也危险 但是因为难道 后续伤害没给上 跑掉了 那这波也是刀妹的及时赶到 有了三项的刀妹 Q小兵 就更容易把一个小兵瞬间Q死了 来去带一个位移出去 然后那个HyperX的话呢 主要是有这个固态硬盘 然后内存条 然后耳机 鼠标 鼠标我现在没看到 耳机鼠标垫 然后油盘 当然我这边的话 可能送的多的东西 是这个 油盘 鼠标垫 然后耳机 当然了 就是这些东西 大家怎么样能够获得 视频里面只有 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东西 都在我的战机直播里面 我以后 每周可能会有一两天的 那个直播 就设立 每小时抽一次奖 当然我不是每天都抽奖 抽奖的那一天 我希望就是 大家都可以去来 关注一下我的直播 我很现实 我不要求你跟我说你 我每次直播你都看 因为大家都有事情 上学的上班的都有 都很忙 那么我每天的下午直播 我是说 大家如果在看直播的 我当然愿意 大家去支持一下 我的直播 虽然咱在战棋 不算一个那种 大神级的选手啊 但是我讲东西 讲的比较清楚 我的直播可能 优势不在于 就特别好看 但是我不管 打什么样的局 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英雄怎么玩 然后以后 每周的直播 可能还会 给大家去带来一些 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以后每周 有一天的下午 两到三个小时 大家就是我直接 我也不玩游戏 现场提问 你遇到的英雄联盟的 任何的问题 然后再就是 你遇到的 这个英雄联盟的 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都可以来找我 我是这样想的 好 这边挖掘机 是自信找刀妹单挑 直接被刀妹杀掉 而且还是个 终结500块大人头 好 那这波刀妹也是 高高兴兴回家去 拿了一个大人头 已经是6-0 离超神 还有两步之遥 这波回家 看一下他的出装 好 果然没错 是要准备做冰心 这边的话 我是给大家推荐的 我之前我做的 刀妹的视频 也说过啊 就是 对于刀妹来讲 尤其是顺风一点的 冰心是绝对 好于优于蓝盾的 这个姨子感觉 要被红muff烫死 我轮子妈还有大招 各种移动速度加起来 刀妹 这个交了 闪现就不一样了 而且小丑 还是及时支援 这波人头比11-14 但是刀妹上路是 顺风顺水啊 这就其实 推荐的过程中 可以考虑 看着传送了 这波传送已经就绪 还有就是我刚才 想说的什么 就是这个直播 大家也是关注一下 以后 除了单击游戏 英雄联盟之外的话呢 就是我想做一个这种 现场的互动节目 就大家进来以后 聊天 我在聊天实看 你觉得要看 要怎么样点符文 我可以教你 怎么样点天赋 我可以教你 然后打的话 什么样的心得 你想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玩家 我给你推荐 什么样的英雄 我们就聊这些东西 甚至你想问我 中午吃啥 咱们检扯也行啊 我准备 就是当做一个脱口秀的 节目去做 就是这种节目 我希望大家能够 关注一下吧 我会放在周末 周末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首先呢 就这个节目 能够训练我的一个 就是跟 就是即时的 说白了 就是聊天能力吧 如果说我这个节目 越说 说的越多 可能说的越好的话 会增加我解说的水平 我也是想 通过这样的东西 来提高自己 那同样的就是 我其他的一些小比赛的节目 也是希望大家支持 我会搞到很多的奖品 就是HyperX只是其中之一 回头的话 我可能还会再 搞一波奖品出来 好 来看一下这波刀妹 回去之后啊 都没有时间买装备 直接传送出来 那优先是将矛头指向了 这个拉克斯 拉克斯好像是个辅助 然后这边 男刀也非常危险 好 走了 那这波现在不敢进草丛 打小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那这一波刀妹又拿到了一个人头 马上就可以抽神 就别的不说 超神的话呢 是唾手可得了 已经 好 回家大兵心做出来 金钱数还是521 好 吉利啊 然后之后买了一个 红宝石 那其实 在这里的话呢 也是顺道 跟大家说 刀妹的一个出装的思路啊 基本上 刀妹是三项完了以后 补双抗 双抗最理想的是 兵心和女妖 为什么不是绿甲呢 就是女妖能够挡到一些非常恶心 刀妹的技能 有些英雄像稻草人 你虽然说你有一个捡控 对啊 但是你要被他恐惧到 你还是该杀杀不死 当然了 绿甲也不错 就对方确实是没什么硬控啊 刀妹的话 千万不要为了减速去出女妖 什么大狗这些 无所谓的 反正有这个被动 捡得很快 很快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当然出绿甲了 又占百分之cd 然后大招吸血 又能多吸一百多两百的血 这个真的是很值得 这个挖学机 各种地厅开起来 骚扰 确实是有点脏 把我们的小丑直接吓跑 然而这边看一下 这个 男刀能不能全身而退 直接开大招 算他 怎么说吧 就是 有眼识 这招不开 不开大招就起码爆炸了 而且刀妹有了冰心以后 随便Q 真随便Q 无所谓 我就Q你怎么地 你Q啥 Q你咋地 再Q一个四次 四次就四次 就是这样的一个 节奏 那现在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比分虽然没有拉开太多 其实也不算太少 不过 不过刀妹这边的话 已经个人 个人已经肥到爆炸 现在对面 虽然说 打也很肥 但是上单 和这个ADC发育的都很差 他们现在中期 打团完全不好打 小丑的话 都甚至说这种局 刀妹特别 有钱 小丑就直接 可以选择四一分带了 四打五 不是说打得过吧 绝对能够打成 至少来说五五开 四六开是有的 然后小丑分带 你这波 一旦说这波团打赢了 小丑就多吃一个塔 一旦就打输了 那小丑这边冰线 也不会让对方 能够进行一个 很好的推进 这个牌 但是我要说刀妹 如果逆风的话 那这样玩意 就不可取了 但是我纳麦人 沙皇为什么 这么多的血 我虽然没有办法 去看到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不是 拖了个时光杖 还是冰杖 这波刀妹直接墙上 很凶啊 这个伤害打的 收掉了拉克斯以后 这里继续打 又打了一个挖掘机 然后小丑过来 也是一套技能 打出了一波双杀 那当队最终是 闪现加益 直接收掉了 最后的一个人头 轮子妈 跟小丑是 均分天下 最终的话 完成了一波 ACE 十个人头 对方已经投降 好了 那本期的 我是尔卫星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投稿 那么同样 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一下 继续投稿 大家再见